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六王记下第十五章 我们的观看有很大的echo 今天我们来看六王记下第十五章 其实我们在十五章到第十八章呢 就开始看到整个北国开始要没落 开始要灭国了 就是好像一个病人进入了第四期的癌症 北国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 可是神有没有放弃过他们 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 而且神非常爱他们 神把最有恩高的先知呢 放在北国以色列 其中一个就是以利亚 以利亚在北国服侍了二十七年 以利亚在北国服侍了二十七年 然后过后呢 神又兴起以利沙 以利沙在北国服侍了五十一年 以利沙在北国服侍了五十一年 他们这两位大有能力的先知呢 大概在那边服侍了接近八十年了 就是盼望北国能够回转归向耶和华 可是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北国不但没有悔改 而且情况是越来越糟糕 可是我们看神怎么回应呢 是不是以利沙死了过后 北国就没有盼望的呢 不是的 我们看到神仍然守约斯慈爱 神仍然帮助他们 拯救他们 我们看到在第十三章讲到 当约阿斯面对国难的时候 就是当亚兰王来攻打撒玛利亚 他就恳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他 给他一个拯救者 救赎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 然后过后第十三章二十三节 又讲到说 耶和华因为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约的缘故 仍然施恩给以色列人 连续他们 劝顾他们 然后昨天那一章 第十六节讲到 耶和华看见 以色列人甚至痛苦 没有人帮助他们 所以他就借着 约阿斯的儿子 耶和华伯拉罕 拯救他们 耶和华伯拉罕是个坏王来的 可是神为了拯救以色列人 他就恩高耶和华伯拉罕 去打圣仗 可是他们领受了恩典 恩典在恩典 可是结果就是 不愿意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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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来到今天的十五章了 我们今天来看 这一章整章的结构 整章就讲到八个王 两个是在南国的 两个是在南国 然后六个是在北国 可以帮我打那个chart出来吗 然后我们看一开始呢 是从南国的 亚撒利亚王开始 然后他的儿子 约旦结束 神给这个两个王的评语呢 就是他们行 耶和华眼中 看为真的事 只是秋潘没有废去 然后在整章的中间呢 就插进去了 北国的这个六个王 然后神给他们的评语是什么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不离开 尼巴的儿子 耶罗不安 使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罪 因为这些北国的王呢 违背耶和华去拜偶像 已经好几代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他们背叛神 所以背叛的事情 就不断地发生在北国 如果今天我们读这章 就看到又背叛又篡位 后来呢 又被亚述攻打 整个国家进入一个内乱里面 又要面对外患 没有平安 其实这个是一个咒诅的循环 所以从整个的光景 我们可以看到 北国已经开始 慢慢走向灭国之路了 可是这整个的过程 神有没有帮助 神有帮助 神有没有给恩典 神给极大的恩典 世人骄傲亡梗 他们偏行几路 违背神的约 结果他们就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因为在他们违背神的过程 神在另外一方面 就兴起祂的刀 就是亚述国 可是当我们看到人 愿意转向神的时候 顺服 还有行他眼中 看为真的是 其实是可以翻转的 今天我给这一章的主题 叫做 耶和华已经帮助 为什么 因为今天一直提到 一个王的名字 叫做亚撒利亚 总共提了七次 亚撒利亚的意思就是 耶和华已经帮助 Azaria means 耶和华已经给恩典了 耶和华一直都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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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也一直在帮助南国 可是不同的回应呢 就带出不同的结果 我们来看第一个大段 第一到第七节 这一段就讲到 亚撒利亚王 当然他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乌西亚 可是在这里 他的读作者 就放他的名字 叫做亚撒利亚 他是亚马西亚的儿子 然后他登基的时候 十六岁 在耶路撒冷 做王五十二年 神给他的评语呢 是这个王是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他上位的时候呢 其实整个南国 是处于非常弱了 如果我们读到前一章 就看到他的父亲呢 因为心高气傲 不肯听先知的话 因应要跟以色列王争战 结果就输了 国家还有圣殿的财物呢 就被夺了 过后后来呢 他的父亲也被谋杀 亚撒利亚就在这样的光景呢 登基做犹太王 如果我们看在历代字下 就是二十六章有记载 他出奇上位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好的导师 所以他出奇 他就定义寻求神 圣经就讲说 神就使他亨通了 带领南国 从一个很衰弱的光景呢 进到强盛 神帮助他攻击仇敌 征战得胜 亚门人要向南国进攻 后来呢 他又建筑了 许多坚固的城楼 并且呢 他大力地建立农业 他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军队 有三十万七千五百个勇士 而且他自己也研发了一个特别的武器 圣经讲说 他的名声传到远方 因为他得了神非常的帮助 甚至强盛 可是因着他非常的强盛 他就心高气傲 这个就是他的栽脚的问题来了 然后圣经讲说 他心高气傲 然后自寻灭亡 怎样自寻灭亡呢 就是去冒犯耶和华他的神 他进去耶和华的殿 要在香坛上烧香 当时候有八十个祭司 包括出牧养他的那个大祭司 去阻止他 叫他不要这样子做 可是王的反应是什么 他非常的愤怒 我那么的强盛 在每一方面那么的成功 有什么我不可以做的 所以他就硬硬要在那个 拿着香炉要烧香 结果突然间 他的额上就长出大麻风来 那些祭司们看见了 就快点叫他出电 他自己也吓到 然后圣经教授 他就急忙地冲出 就跑离开耶和华的殿 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 所以从他长大麻风 到他死的那一天 他就住在一间被隔离的屋子里 这个是他晚年的三到四年的期间 从那刻开始 他不能再进耶和华的殿 他的儿子越旦就起来了 然后就帮助他管理国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神已经帮助了他 亚撒利亚强盛起来过后 就心高气傲 跟他的爸爸都犯同样的一个错误 他爸爸因为打败亚东人 打败乙东人 然后就心高气傲 亚撒利亚去冒犯耶和华 所以咒诅就临到他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亚撒利亚十六岁登基 在南国做王五十二年 就是前四十多年是很好的 很强盛的 甚至名声是传到远方的 只是就是在他晚年那几年 因为心高气傲 冒犯耶和华 所以就下场 就被咒诅地结束他的一生 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提醒 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可是在帮助我们强盛过后 无论我们是在职场 或者是在服事的 我们应该要怎样回应 我们要谦卑 谦卑地继续地跟随神 一直走到最后的一分钟 然后来到第二个大段 八到三十一节 这里就讲到其他六个北国的王 不理二世就活在咒诅里面 我们来看第一个王就是撒加利亚 第八到第十二节 撒加利亚就是耶护的孙子 他坐王六个月 神给他的评语 就是他坐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过后呢 撒龙就背叛他 在百姓的面前击杀他 然后窜了他的位 一个人可以在百姓的面前击杀这个王 也就是说百姓也不是很喜欢这个王 因为这个谋杀的过程 是没有人去阻止他 结果第十二节就讲说 就应验了神跟耶护讲的话 你的子孙会坐在以色列的王位 直到第四代 第二个王就是撒龙 13到15节 就讲到说 他坐王只是一个月 然后呢 过后他又再被谋杀了 然后被米拿县篡位 接下来第三个王就是米拿县 第十六节讲说 米拿县当他攻打一个地方 叫做提菲萨的时候 他击杀了城中的一切的人 剥开其中所有的孕妇 因为他们没有给他开城 其实剥开孕妇呢 这种残暴的行为 是外邦人拿来警戒 拿来恐吓 就是他的敌人的 可是这时候米拿县呢 他却用在自己的子民的身上 所以你可以看 他是一个很恶的王 他不止如此 神给他的评语讲说 他才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就是去敬拜 敬流毒 所以因此在第十九节 耶和的刀就临到撒玛利亚 亚述王就来攻击以色列 过后米拿县 他怎样处理这个事情呢 就是用很多很多的钱呢 去给亚述王 然后亚述王收了钱 就回去了 这样子他就暂时 可以坐在以色列的国位 后来他死了过后呢 他的儿子比加萨 就开始起来了 这个他的儿子 在以色列作王 只是两年 然后神给他的评语 就是他做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我们可以看到 这几个朝代的 作王的年份 都很短的 简单来说 就是很短命的 这个王他作王两年过后呢 就有他的将军 就是 就起来背叛他 在皇宫里面杀了他 然后就串了他的位 然后这个人就是比加 后来他也起来作王了 27到31节就讲到他的故事 他的记载 比加呢 就在以色列 撒马利亚作王二十年 神给他的评语呢 就是他作恶 然后在这个比加的期间呢 神就激动亚述王来攻击 以色列 然后把夺了他们的土地 掳去他们的名 然后比加王有没有悔改 也是没有 而且更恶 所以结果怎样呢 就是 另外一个人叫做 何西亚就起来背叛他 杀了他 然后就串了他的位 一个很消极的光景 对不对 可以请你再次 把那个图打出来吗 所以我们看到 在亚撒利亚 作王的过程 然后呢 当何西亚起来 背叛撒了比加的时候 他在作王 大概九年呢 整个北国就被亚述灭了 其实他们就已经 到了一个尾身了 可是这个过程 我们看到 他们是行恶 然后背叛 谋杀篡位 新王起来 又在行恶 谋杀 背叛 然后就篡位 这个pattern一直在那边转 其实这个是一个 咒诅的循环 他们主要的原因是 他们没有离开 耶罗不安 使以色列人犯罪的 那个罪 就是拜金牛赌 我们知道 那个 耶罗不安 在 以色列的南跟北 设立了金牛赌 为什么他这样子做呢 因为他害怕 因为他害怕百姓 如果回去 耶路撒冷的圣殿 朝见耶和华的话 然后他们的心 可能就会归向 犹大国 归向大卫家 所以耶罗不安 就出了这个策略 结果就带来 整个北国 走向灭亡的路 其实当初 耶罗不安 做这个事情之前 神跟他讲过 我帮助你 做以色列王 如果你的 子子孙孙 遵守我的律法 专心地跟随我 他们就可以 永远坐在 以色列的宝座上 神帮助了耶罗不安 只是耶罗不安 不相信神 所以结果 他就出了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呢 就是带领 整个北国 进入灭亡 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从这个图 我们看到 以色列北国 很快就要灭亡了 看到这里 我们感觉到 蛮消极的 对不对 可是感谢神 在最后一段 神给我们一个盼望 一个翻转的盼望 32节到38节 就讲到 约旦 顺服敬畏神 就有翻转 岳坛怎样带来 一个翻转呢 我们看到 当乌西亚 就是死了过后 他就登基了 他登基的时候 25岁 然后神给他评语呢 就是他行耶罗 眼中看为正的事 向他父亲 一切所行的 在历代之下 27章2节 讲到说 只是 没有进入 耶和华的殿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知道 他的父亲 强盛过后呢 在圣殿里面 硬硬要烧香的事件 公开地冒犯耶和华 然后就得了大麻风 所以他从这件事情 他学到一个功课 神是可谓的 所以在这里 圣经讲说 他没有进入 耶和华的殿 他敬畏神 然后在历代之下 27章第6节 就讲到 约旦在耶和华 他神面前 坚守正道 所以日见强盛 他是真的是 一个好王来的 从所罗门王以来呢 是一位 没有坏记录的王 35节的下半段 讲到说 约旦建立 耶和华殿的上门 也就是说 他在重整信仰方面呢 他是有做出努力的 只是他没有办法 把整个国家 历代的问题 翻转过来 因为这里讲到说 只是百姓 还在秋潭那边 烧香 可是因着 他的顺服 还有他敬畏神 神恩待他 神破除了 他的家族的咒诅 就是从 跟亚哈 结亲 而带来的咒诅 现在我们要开始 做 他的家族的 一些的考察 我们知道 他的祖父呢 就跟 就 就娶了 亚哈 的女儿 其实从那一刻 开始呢 我们就看到 亚哈家的咒诅 就进入了南国 背叛的事件 就开始发生了 谋杀的事件 就开始发生了 我们来看 他的真祖父 在第十二章 讲到他的真祖父 叶阿斯 就是那个小小的时候 被隐藏在圣殿 过后做王的那一位 就是当月喜别的女儿 屠杀 王子的时候 他被隐藏起来 可是后来 这个王是怎样死的 他是被谋杀的 他是被谋杀死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看月潭的公公 他是怎样死的呢 他是被面对 被判 就是耶路撒冷 有人叛变 然后派人 去追杀他 他的公公 也是被谋杀死的 然后来到 现在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 是长大麻疯的 是被神咒诅的 当他爸爸死的时候 历史词下 二十六章二十三节 讲到说 他没有跟 大卫猎王的坟墓 葬在一起 只是葬在 亡灵的田间而已 因为人讲说 他是长大麻疯的 他被咒诅的 他不能跟 之前的猎王 葬在一起 可是来到 月潭的时候 我们看三十八节 月潭与他的 列祖同岁 葬在他主大卫 城 他列祖的坟墓里 他是好死的 然后就可以 葬在他 跟他列祖 大卫的坟墓里面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 他虽然没有办法 翻转整个国家 历代的问题 可是因为他 顺服和敬畏神 神就翻转了 他家族 历代的咒诅 所以从今天 我们来看 可能我们的 祖先曾经 得罪了神 像来到我的 这一代 我是第一代的 基督徒 可能我没有办法 翻转 马来西亚的问题 可是我可以翻转 我家族的咒诅 从哪里开始 从顺服和敬畏神开始 神会给恩典的 神会帮助我们 来到最后 我们看 北国已经开始 进入灭亡之路了 在一个非常艰难的 环境和局势里面 谁能够走到 最后一分钟呢 原来不是 靠人的势力和才能的 是靠耶和华的灵 是靠着顺服 还有跟随神 到最后一分钟 带来的结果 是翻转 是一个突破 在北国 接近灭亡的时候 就是那个心脏的跳动 已经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 神兴起一个先知 叫做米加 去警告北国 叫他们回改 在米加说六章八节 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就讲了 世人啊 耶华 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要的是什么 北国啊 神要你的 是什么 他只是要你 行公义 好联名 纯谦卑的心 与主同行 北国啊 我给你恩典 我指示你何为善 你只要行我眼中 看为真的事 同时米加也警告南国 你只要存谦卑的心 与我同行就好了 这个是我要的 我要的不是你那个 荣耀的事工 或者你可以为我做什么 我只要你行我眼中 看为真的事 谦卑的跟我同行 其他的事 我会帮助你的 Amen 愿神祝福他的话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的神 各位牧者同工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 我们知道是神拯救了我们 我们的心说 我不可忘记耶和华的这一份救恩 Let us speak to our heart That do not forget the salvation of God 我的心 我的心 你要 成熟耶和华 不可忘记 他的恩惠 他赦免 你一切过犯罪念 一致你疾病 一致你疾病 抚远 我的心 你又 成熟耶和华 不可忘记 他的恩惠 他依然 爱慈悲 为你灌灭 为首去的人 深远 天里的 又何曾地高 他的痴爱 越何等地深 痛离心 有多么的远 他是我的过犯 越离我多远 越何华 有怜悯的爱 却又丰盛 却又丰盛 无尽的恩典 从根故 直到永远 越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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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的身 天里的 又何等地高 他的痴爱 越何等地深 都离心 都离心 有多么的远 他是我的过犯 越离我多远 越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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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怜悯的爱 却又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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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何华 越何华 他是我的身 主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神 耶和华 你是我们家族的神 耶和华 你是我们家族的神 耶和华 你是我们教会的神 耶和华 你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神 耶和华 你是全世界的神 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高举你的名字 主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神 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神 耶和华 主谢谢你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呢 神在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已经帮助我们 在我们当中 我们会不会有觉得说 既然耶和华已经帮助 为什么我的状况好像 完全翻不过来 没有完全的翻过来呢 既然耶和华已经帮助 那为什么国家的问题还是存在呢 所以从今天的王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一个败笔还没有除掉 所以状况还是会死灰复燃 乌西亚王的败笔就是他心高气傲 南国的败笔就是秋潭还没有除去 那北国的败笔就是持续的败偶像 持续的活在这个篡位的过程里面 所以即便是当南国出现好王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完全翻转 北国更糟糕 情况是每况愈下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在最后的时候 当乐坛他顺服敬畏神的时候 情况就开始有翻转了 所以弟兄姐妹讲到底就是我们有没有一心一意的去顺服敬畏神 这个是关键 这个时候我们有点时间我们闭上我们眼睛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在与神同行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些败笔呢 是拦住我们的脚步来跟随神全心跟随神 这会是我们的骄傲吗 这会是我们的欲望吗 这会是我们的小性吗 我们求圣来光照我们 这一段时间神一直在跟我说 他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神昨天又在跟我说这句话 所以我就知道我生命中的一个败笔 我不能全心全意的去相信神 是因为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神有时候会玩弄我 所以当我生命中出现一些状况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神啊你是不是又在玩我了 这个就是我的败笔 没办法全心全意相信神 但是今天我要悔改 我要牢牢的记得 神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所以弟兄姐妹把我们的败笔带到神的面前 神一直帮助我们 主要今天我们同行到你的面前 主要你告诉我们你已经帮助我们 你一直在帮助我们 主要今天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败笔全然的放在神你的面前 我们全心全意的悔改 不要活在这个败笔里面 我们要全心全意的顺服敬畏神你 主要我们宣告 就像你在米家书说的 主要你要的就是行公义 一号怜悯存千辈的心与你同行 主要你把这个存千辈的心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可以一心一意的跟随你 一心一意的相信你 主谢谢你 谢谢你帮助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天里面 天里的 又何等的高 他的痴爱 又何等的深 头里的心 又多么的远 他是我的过分 越离我多远 越何或有怜悯的爱 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 我们看到这一章其实是蛮复杂的 因为看到这是世界面对的问题 而且是一直在穿位 一直在用世界的方法 所以一直到灭亡的 而且我们来看犹大 犹大王 我们看到这一个亚撒利亚 这里第三节他说 他行耶华看为正 效法他父亲 也马歇的一切所行的 然后我们又看三十四节 他的儿子约旦 也是行耶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他效法他父亲 乌西亚一切所行的 你知道乌西亚有软弱 亚马歇王也是有软弱 但是他们的孩子只效法他们的父亲 我们应该在下一代里面 要跟神的关系是亲密的 所以不单止我们有 父亲里面的一些特质 但是我们要留心他们的软弱 所以一样的 我们属灵的父亲 我们的肉身父亲 我们在世上的人 其实都有软弱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要回到那个起初的约 然后我们要跟神 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效法大卫 效法神 那个起初神给的那个约 很重要的 所以他们只效法父亲 然后只是秋台没有出去 一直在repeat一个cycle 所以我看到的 这一些的问题 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王 每一个领袖 他真的要跟神 有一个直接的encounter 不是只有跟着 然后效法他所做的 可能做好一点点而已 假使是这样 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所以要有一个突破呢 不是一代不如一代的 就好像人摸象一样 只摸到鼻子 然后或者只摸到什么 其实你认不出 到底这一个是什么动物 所以我们玩游戏都知道啊 只摸到 你不知道那个动物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知道 神的整个计划 一定要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同工 但是你也要了解 每一个人都有软弱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神 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效法神 我们学上一代有的传承下来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那个起初 求神祝福我们 我们也每一个人的眼睛被打开 每一个人都要有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每一个人都要跟神有一个很深的intimacy 或者说你encounter 能够遇见神 愿你不单止传承上一代的好处 传承上一代的优点 你更能够知道神的全面的心意 主啊 我为全体的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 主啊 我们不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乃是代代 越来越亲近神 我们下一代比我们做得更超越 而且他们爱神更神 主啊 我们需要这样的下一代 他们不单止尊荣上一代 他们还更爱神啊 他们跟你有亲密的关系 主我宣告 我们下一代 比我们做得更好 不单止传承我们有的 他们更抓到神里起初的那个意向 还有你整全的心意 求你以我们同在 保护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 生命当中不断的突破 不断的被挑望 不断的有看见 谢谢你 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神祝福你们 愿你们蒙大福 May you receive great blessings